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如果大家看影片之前 可以點贊、訂閱、分享 如果見到有廣告可以的話可以看 謝謝大家 有人移民去加拿大 但最後都不讓他回到 原因是 華府兩次 中國婦人 她寫華籍 華籍 婦人兩次打老公後 回中國 即是回到中國 緩暴控罪 申回家工作被拒 即是想回家工作被拒 法官說毫無虎義 顧不作人道考慮 其實我想說什麼呢 華裔女子曾兩次 毆打丈夫 遭刑事檢控 之後兩次申請在加拿大工作 許可時 都隱瞞自己的犯罪史 當 她回到中國 再來加拿大時 被移民官所拒 拒絕 這位華人女子 向聯邦法院 申請司法覆核 但被法官拔斥回 女子 琴瑤 於琴瑤 2012年5月 以國際學生身份來到加拿大 做個學生 與一名男子結婚後 14年 山下女兒 14年8月 于琴瑤 因毆打丈夫 被警方 執捕 並控以毆打他人刑事罪名 結果他被判要遵守和平約束令 12個月 而那位刑事檢控 也隨之被吊銷 他與丈夫和解 並在2015年5月 申請工作許可 在申請過程中 于琴瑤 隱瞞自己曾遭刑事檢控的歷史 那 那 入職時的方法會否叫你 填有犯罪的歷史呢 如果別人有寫的 你真的要填的 第二次 辭蟹商人 這個人很誇張 到了2016年4月 于琴瑤再次被捕 這回 罪名更進一步 變成了辭蟹商人 雖然這罪名在2017年5月被撤銷 但他還與丈夫 尼烈溫 2018年再次申請工作許可 同樣又隱瞞自己 家暴丈夫被刑事檢控的歷史 2019年7月 于琴瑤回中國 並在8月 在加拿大領事館申請簽證 在申請上 他被問及是否在任何地方 犯法被通緝等 被指控或被定罪 任何案件時 他回答是沒有 所以一個人誠實 是多麼重要呢 于琴瑤再一次說方 肯行為 被加拿大移民官員發現 移民部 隨即向他去信 告訴他 因為他隱瞞自己犯罪歷史 會被加拿大拒絕入境 於琴瑤提出申訴 首先承認自己 確有隱瞞事實行為 但又要求移民部 出於人道主要和同情心 著情容許他 進入加拿大 找真肯 因為我家而已 找真肯 他又想做事 受理申訴移民裁判官認為 於琴瑤扭曲或隱瞞相關重要事行為 可能導致移民的管理錯誤 而他兩次 再申請工作 許可時已經隱瞞 此次申請簽證有災犯 可要事成屢犯不改 無論在任何 把能量可再來加拿大 是不是麗爺了 可視這個于琴瑤 也都不死心 他繼續上訴 去到聯邦法院 推出司法覆核 除了強調自己隱瞞行為 是無心之塞 但是三次 其實我勸你 不要說無心之塞 你說不懂英文就可以了 我看不明白 但我懂不懂 他來這裡讀書 國際學生 我失足 失憶 不懂不懂 如果這樣 需要獲得人道主義和同情之外 還要無論如何 也要批准一個臨時的居留許可給他 但聯邦法院的麥克偉 法官審閱了院中 之後就認為 于琴瑤不止一次隱瞞自己的犯罪史 所以這個根本不可以是無心之塞 他說 他作為申請人 就應該如實 答覆這些問題 對此 他自己也承認說 說了謊 所以這一次 這不是一個理由 至於當事人所聲稱 他只是承認自己 虛假陳述 但不承認此事嚴重 亦都不覺得自己行為會嚴重 到不能再進入加拿大 對此法官認為 於琴瑤在承認虛假陳述的同時 亦都代表著 他認為可了自己的行為 有可能導致他人 他無法入境加拿大的可能性 既然他的本人都已經承認結論了 那移民部的仲裁官 完全不需要浪費時間 去重新解釋 那基於上述的原因 這個法官 認同移民官的仲裁官的看法 於是就駁回于琴瑤的上訴 即使他司法覆下 我想跟你說一件事 在非洲 非洲的女人很喜歡去外國發展 還有打老公也是嘗試來的 他們有什麼招數呢 今天Chris哥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加拿大的案例 英國也有很多非洲來的女子 來到這裏 她不是太多錢 然後 我不可以教你犯法的事 即是告訴你 她的法 手法是怎樣 來到這裏 立刻密識一些 英國人 本地 本地 當然 要 要令到她 娶你做老婆 又或者包養你 總之用她的任何技能 這些非洲人很厲害 然後她的外國人 下了答 就會 令她這幾年 在英國這幾年 她有個時間逗留 然後才可以入籍 總之她用重她的任何方法 總之她 在正式成為居民之前 都很聽話 或者她的技能很高 做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總之 很棒 最後拿到身份證 拿到身份證 就一腳伸開她 很多時候的事主 都會說一句 我真的很喜歡她 你想想她的服務 但是 她不斷地要我 買房子 買車 買樓 我真的沒有錢 很多事主 都這樣說 你想想她們多麼大 你想想她們 錢的需求多麼高 你自己想想 真的 有時候 男人 衰這件事 沒有所謂 但是衰在 衰在什麼女兒手上 衰在非洲女兒手上 我就覺得不值 阿麗爺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 其實英國 是比較 沒有那麼容易的 為什麼呢 因為英國 如果配偶進來 跟她結婚的本地人 都要有差不多條件 才可以給她進來 又要有多少錢 各樣的 這樣就 不像加拿大那麼容易 真的不像 我剛才說的 國案真是真事 不是開玩笑 當然 有些人是有能力的 有些本地人是有能力的 即是 人家的外國真的很單純 真的想著 你跟我一起 真的想著你禮真 誰不知 在這幾年裏面 又吃 又喝 又拿 又咬 又吸血 又吸血 吸光別人 一腳伸開人 人家沒有想過 你是這樣的 對於非洲的民族 是不好 整個民族都歪了 我覺得不好 尤其是 有些人 常常去非洲的宣誓 你自己小心心 你不申報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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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很簡單 你沒有寫 或者你又隱瞞你的非洲工作 或者你隱瞞你的非洲特區工作 人家一見到你 你隨時 你不知他何時 拿回你的表達出來看 這東西是你填的 你寫你沒有 你沒有寫過 你沒有寫過 在非洲特區工作 或者在非洲裏面做過的事 人家都可以DQ你的 說真的不是開玩笑 這不是什麼 我不覺得是 是一件荒謬的事情 我覺得是有機會發生 阿荔爺 你怎樣看 對於這件事 沒有什麼特別的評論 但是這篇文章 這篇不是文章 是報道 是加拿大的明報 不要緊 真新聞也好 假新聞也好 是12天的 是假新聞 你拘捕他 在加拿大出的 不過我不知道怎樣拘捕他 我只是在分享一個新聞 我不知道是真新聞還是假新聞 當作假新聞 明報自己出的條 你找明報吧 今天就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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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si 還可以 填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點兒